三国演绎 第十一回 刘皇叔北海旧孔荣 吕温侯蒲阳破曹操 却说献祭之人 乃东海渠县人 姓妮 明竹 似子众 此人家世富豪 常往洛阳买卖 乘车而回 陆玉依美妇人 来求同载 竹乃下车步行 让车与妇人坐 妇人请竹同载 竹上车端坐 目不携事 行集述礼 妇人辞去 临别对竹曰 我乃南方伙得新君也 奉上帝赤 网烧儒家 赶君相待以礼 故名告君 君可速归 搬出财物 吾当夜来 言气不见 竹大惊 非奔到家 将家中所有 急忙搬出 是晚果然 除中火起 竟烧其污 竹因此广舍家财 既贫拔苦 后陶迁聘为别嫁从事 当日 当日献纪曰 某愿亲往北海郡 求孔荣起兵救援 更得一人往青州填海处求救 若二处军马齐来 操必退兵已 千从之 遂写书二封 问账下谁人敢去青州求救 一人应声愿往 众世之 乃广陵人 姓陈 明灯 自圆龙 陶迁先打发陈圆龙往青州去契 然后命迷竹姬输赴北海 自己率重守城 以被攻击 却说北海孔荣 自闻举 鲁国屈妇人也 孔子二十世孙 泰山都为孔宙之子 自小聪明 年十岁时 往夜河南迎礼应 婚人难知 荣曰 我系礼相通家 己入见 应问曰 如族与无族和亲 荣曰 习孔子曾问礼于老子 荣与君起非累是通家 因大齐之 少请 太中大夫臣伟之 因子荣曰 此其同也 伟曰 小时聪明 大时未必聪明 荣即应声曰 如君所言 幼时必聪明者 为等皆孝曰 此子长成 必当代之伟弃也 自此得名 后为中郎将 累迁北海太守 及好宾客 常曰 座上客常满 尊忠久不空 无之愿也 在北海六年 盛得名心 当日正宇刻作 仁报徐州弥竹志 荣请入见 问其来意 竹出陶签书 言曹操公为圣吉 望明公垂就 荣曰 无与陶公祖交后 此众又轻到此 如何不去 只是曹孟德与我无仇 当先遣人送书解合 如其不从 如其不从 然后起兵 竹曰 曹操以仗兵威 绝不肯合 荣教一面点兵 一面插人送书 正商一间 忽报黄金贼党管害部领群寇数万沙奔前来 孔荣大金 吉典本部人马 出城与贼迎战 管害出马曰 吾之北海两广 可借一万石 即便退兵 不然 打破城池老幼不留 孔荣施曰 吾乃大汉之臣 守大汉之地 其有两米与贼耶 管害大怒 拍马五刀 直取孔荣 荣将宗宝挺枪出马 战不束合 被管害一刀 砍宗宝于马下 孔荣兵大乱 奔入城中 管害分兵四面围城 孔荣心中郁闷 弥足怀仇 更不带言 次日 孔荣登城 遥望 贼士浩大 被添忧恼 忽见城外一人挺枪越马 杀入贼阵 左冲右途 如入无人之境 直到城下大叫 开门 孔荣不适其人 不敢开门 贼重赶到河边 那人回身连说十数人下马 贼重倒退 荣急宁开门引入 其人下马气枪 进到城上 拜见孔荣 荣问其姓名对曰 某东来黄县人也 父姓太史 名词 自子义 老母重蒙恩故 某左自辽东回家省亲 知贼寇城 老母说 吕受府君申恩 辱当网救 某故丹马而来 孔荣大喜 原来孔荣与太史词 虽未是灭 却晓得他是个英雄 因他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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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老母住在离城二十里之外 荣常使人前已素薄 母敢荣得 故特史词来救 当下孔荣重戴太史词 赠予一甲安马 慈约 某愿借经兵一千 出城杀贼 荣约 君虽英勇 燃贼是甚甚 不可轻出 慈约 老母敢君厚得 特遣辞来 如不能解为 慈亦无言见母矣 愿决一死战 荣约 无闻流玄得 乃当是英雄 若请得他来相救 此为自解 只无人可时耳 慈约 辅军修书 某当即往 荣喜 修书赴慈 慈换甲上马 腰带公使 手持铁枪 宝石盐装 城门开出 一记飞出 镜河 贼将率众来战 慈连朔死数人 透围而出 管害之有人出城 料必是请救兵的 便自引述百奇赶来 八面为定 此以铸枪 碾弓搭建 八面射之 无不应闲落马 贼众不敢来追 太史辞得托 心夜投平原来见刘玄德 师礼罢 巨言恐北海被为求救之事 城上书闸 玄德看毕 问此曰 足下何人 此曰 某太史辞 东海之彼人也 于恐荣卿非骨肉 彼非相党 特以弃一相投 有分忧共患之意 尽管害暴乱 北海被违 孤穷无告 违在旦夕 闻君人亦宿助 能救人违疾 孤特令某冒风突围 前来求救 玄德恋荣达曰 孔北海之世间有刘备也 乃同云长 亦得点金兵三千 往北海郡进发 管害望见旧郡来道 亲自引兵迎敌 应见玄德兵少 不以为意 玄德与官 张 太史辞立马振前 管害愤怒直出 太史辞却待向前 云长早出 直取管害 两马相交 众君大喊 两管害怎敌得云长 术士何之间 青龙刀起 批管害于马下 太史辞 张飞 两棋齐齐出 双枪并举 杀入贼阵 玄德驱兵掩杀 城上孔荣望见太史辞与官 张敢杀贼众 如虎入羊群 纵横莫当 便驱兵出城 两下加工 两下加工 大败群贼 将者无数 与党溃散 孔荣迎接玄德入城 叙礼毕 大赦颜艳庆贺 又引弥竹出见玄德 据言张凯杀曹松之事 经曹草纵兵大略 为助徐州 特来求救 玄德曰 陶公族乃仁人君子 不亦受此无辜之冤 孔荣曰 公乃汉氏宗亲 今曹草残害百姓 以强欺弱 何不与荣同罔救之 玄德曰 被非敢推辞 奈兵为将寡 恐难轻动 孔荣曰 荣之欲救陶公主 虽应救仪 亦为大义 恭喜独无仗义之心也 玄德曰 既如此 请文举先行 荣备去公孙赞处 借三五千人马 随后便来 荣曰 公切勿施信 玄德曰 公已被为何如人也 圣人云 自古皆有死 人无信不利 留被借得君 或借不得君 必然亲知 孔荣 孔荣因允 叫弥主先回徐州去报 荣便收拾启程 太史慈拜谢曰 慈奉母命前来相助 今信无余 有阳州刺史刘遥 与慈同郡 有书来换 不敢不去 荣图再见 荣以金箔相仇 慈不肯受而归 其母见之 喜曰 我喜如有以报北海也 慈谱孝 姝汁往杨州去了 不说孔荣起兵 且说玄德离北海来建公孙赞 且说欲救徐州之事 赞曰 曹操与君无仇 何苦替人出利 玄德曰 被以许人 不敢失信 赞曰 我借与君马不君二千 玄德曰 更望借赵子龙一行 赞许之 玄德遂与官张寅本部三千人为前部 子龙寅二千人随后 往徐州来 却说弥竹回报陶迁 沿北海又请得刘玄德来助 陈元龙也回报青州田凯欣然领兵来救 陶迁兴安 原来孔荣 田凯两路军马 惧怕曹兵势猛 远远依山下寨 未敢清静 曹操见两路军道 已分了军事 不敢向前攻城 却说刘玄德军道 见孔荣 荣曰 曹兵势大 操又善于用兵 未可轻战 且观其动静 然后进兵 玄德曰 但孔城中无粮 难以久持 被令云长 子龙领军四千 在公部下相助 被与张飞奔曹营 进投徐州区建陶使军商议 荣大喜 会和田凯 为鸡角之势 云长 子龙领冰两边接应 是日玄德 张飞颖一千人马杀入曹兵寨边 正行之间 寨内一声鼓响 马军步军 如朝四浪 涌将出来 当头一员大将乃是于静 勒马大叫 何处狂徒 往哪里去 张飞见了 更不打话 只取于静 两马相交 站到树河 玄德撤双骨剑挥兵大镜 于静败走 张飞当前追杀 直到徐州城下 城上望见红旗白字 大叔平原刘选的陶迁吉令开门 玄德入城 陶迁接着 供道府衙 李毕 设宴相待 宜念唠君 陶迁见玄德仪表轩昂 语言豁达 心中大喜 便命你主取徐州牌印 让与玄德 玄德恶然曰 功何意也 千曰 今天下扰乱 王刚不振 功乃汉氏宗卿 正以利福设计 老夫年迈无能 情愿将徐州相让 功务推辞 千当字写表文 申奏朝廷 玄德禁决 权德离階再拜曰 刘备虽浅迢 功为德伯 为平原相有恐不称职 今为大义 固来相助 功出此言 莫非仪流备有吞并之心也 若举此念 皇天不佑 谦曰 此老夫之时请也 再三相让 玄德哪里肯受 弥竹敬曰 金兵临城下 且当商议退敌之策 待世平之日 再当相让可也 玄德曰 备当遗书于曹操 劝令解合 曹若不从 厮杀未迟 于是传习三寨 且暗兵不动 遣人积术已达曹操